残忍 繁殖场53犬 任饿死 才笨 真是太恶劣了 这里的每只狗都不受如才 生病了也没人力 有如狗的炼狱 桃园县动保团体接获民众检举 会善吓的台北犬舍繁殖场 疑似虐狗 昨天会同县府动物防疫所人员前往检查 到了现场后发现繁殖场养了法国斗犬 红贵兵 腊肠等各种民犬共53只 但每只狗都非常的瘦 挨饿多日没人照料 笼内堆满粪便 环境脏乱不堪 还有一只红贵兵死亡多日 尸体肿胀 好多狗 五只狗 小贵兵就是挤在一个小的一个两尺龙头 看起来的状况狗都是瘦骨灵巡的 整个的状况就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朱姓氏主公称他的宠物店在几年前结束后 就将剩下的狗绽放在这个繁殖场 最近比较忙才会疏于照顾 桃园县动物防疫所表示 氏主已违反动物保护法 除对氏主处罚十至五十万元罚还外 并将繁殖场内所有的狗全没入 移到保护园区 狗犬自死亡都违反到第五条 那严重的话 其实我们的主管察官应该要使他的情节的一个严重程度 必须要没入他这里面所有的狗狗 并且他不能够再去申请就是宠物繁殖买卖群的起烧 动新闻真是太没有人性了 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